电视剧《无证之罪》正在播出中 最新剧情中洛文找到了杀害自己妻女的真凶 这个真凶就是李丰田 那么李丰田为什么要杀洛文妻女 洛文结局如何 《无证之罪》电视剧结局和小说结局分别是什么 一起来看看吧 《无证之罪》李丰田为什么要杀洛文妻女 李丰田其实并不是变态连环杀手 那么当初为什么会杀害洛文妻女 而且让洛文找不到妻女下落 还找不到凶手是谁呢 原来 在七年前 李丰田是一个小混混 当时进入了洛文家 准备盗窃 又害怕被发现 结果还真的被洛文妻女发现了 于是杀人灭口 并且还将他们分尸 丢到了河里 然后就一路逃离了 就是因为分尸丢了河里 所以洛文才找不到自己妻女的下落 是不是很匪夷所思 杀人分尸的原因 就是因为盗窃害怕被发现 而这些造成了洛文想 搞无证之罪来吸引凶手出来 这一切的惨剧就是因为一个小混混而起 让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破碎 让洛文有了心魔 走上了不能回头的路 洛文最后抓到了李丰田之后 也自首 在监狱里自杀了 原著小说洛文结局 自杀无证之罪 原著小说中 洛文原本是一个法医 但是后来因为妻女的失踪 所以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洛文老婆和女儿失踪后 屋里证据都没收拾得很前进 就只留下一个指纹和一点点的烟灰 其他的完全就是没有一点头绪 洛文妻女是死是活都不能确定 警察一直或能找到凶手 后来就成为了一桩悬案 洛文妻女就定性为失踪 警察找了一段时间之后 没找到就没有再找了 但是洛文没有放弃 自己去寻找凶手 但是后来洛文发现 靠自己一个人是很难找到凶手的 所以洛文开始了一条不归路 在无证之罪原著小说中 炎良又使洛文去寻找杀人凶手 而洛文也真的去了 在寻找的过程中 把自己变成了凶手 所以准确来说 洛文是友好变坏的 虽说后来洛文自己一个人找到了真凶 他就是李丰田 李丰田因为害怕自己盗窃行为被知道 所以最后才会连同洛文的妻女一起杀死的 在原著小说的结局中 洛文终于找到了李丰田 李丰田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洛文自己的身体也已经不行了 最后为了保护朱慧如和郭瑜选择了自杀 但是善良的朱慧如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大叔 觉得自己有罪 原本洛文为了保护他们俩承认了是自己杀的黄毛 但是最后因为心怀愧疚朱慧如向警方自首 最后被带走 其实结局有些悲伤 但是一个人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不管是过失也好故意也罢 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朱慧如最后的选择应该是为了让自己心安吧 也是为了不让洛文再背负一条人命 无证之罪电视剧结局是什么这部剧情号主演的炎良 从小出生于的刑警之家 在很小的时候 就是一个混世魔王 之后成了一个不错的警察 这部剧反派人物就是炎亮的搭档洛文救幕后大发子 洛文是全国顶尖的法医高材生 在一次出差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亲女 因为他的老婆孩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没有一点凶手作案的证据 没有办法 洛文为了找到杀死自己亲女的凶手 不惜自己亲自动手 太过偏激净造成了几次命案 无证之罪网 剧小说结局介绍 虽说洛文的经历是值得人同情的 但是他的手段还真的是有点都不可取 在苦寻十年之后 却选择了异常连环杀戮 为自己找到答案 洛文就是剧中的大bus 手段很是残忍 在每一次作案之后就会嚣张留下四个大字 请来抓我手段过于血腥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后来警方成立了一个专案组 最后才知道杀了洛文妻女的事的李丰田 但是十年过去 妻女已不在 洛文最后选择了自杀 以上就是深港在线小编 为您整理的关于无证之罪电视剧结局 和小说结局 李丰田为什么要杀洛文妻女原因 以及洛文结局的内容介绍 深港在线小编将继续为您提供有关电视剧 无证之罪的最新信息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